前文在族的書頁上一回 上次我們說到乞丐在一碗面書就剪了頭髮 於是他就掛了頭髮出來 誰知道掛到最後的時候 見到頭髮就綁著一支金釵 他當堂臉色都變了 傻地站起來 掛著白爺婆的手就問 大娘 這碗面真是你的女主的? 難道你的女兒是我的亡妻在世 定香在生? 這時候的白爺婆很生氣地說 你胡說什麼? 你口口聲聲把我的女兒 比作是你的亡妻 真是好笑 難道除了這些亡妻之外 就沒有人懂得做這些龍鬚臉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大娘 我以前的妻子也是三尺長的頭髮 她也有這樣的一支金釵 而且她也是洛陽人 這個范大娘顯得很不耐煩 她說 你不要經常口口聲聲說 亡妻亡妻 我的女兒就在廚房 你自己進去看看吧 那黑衣這時候 遲遲而移 望了范大兩眼 然後衝進廚房 進去 四目雙頭 啊 這時候郭丁香的眼淚 巴巴聲流下來 丁香 果然是你啊 這時候這個乞衣 一衝衝上去 想抱著郭丁香 郭丁香就把她身一閃 然後挖了她一眼 你還記得郭丁香三個字嗎 丁香 是我啊 我是將郎啊 我 我 我真是對不起你 我對不起你啊 說完之後 那個乞衣就護身 一頭就撞到一幅長樹了 郭丁香就把她身一擋 說你做什麼 你不要這樣啊 那乞衣就見有人擋著她 跟著她身一轉 對著那個燒到紅紅色 然後造乎就衝過去 郭丁香一手納著她的衣服 誰知這個乞衣的衣服 已經很舊了 一拿起來的時候 那件衣服就爛了 那件衣服就爛了 那乞衣的力很猛 當那件衣服爛了的時候 他們整個人就飆入造乎樹 蟑螂 你不可以這樣的 郭丁香就拿著她的褲腳 誰知道這個乞衣的造法裡 死都不出來 任由火燒 郭丁香見到這樣 當堂整個人暈了過去 到了第三天 當郭丁香醒了的時候 已經有兩個公差在家裡等著她了 這趟真是好事不出門 壞事全千里 東廚走家都做了這麼多善事好事 怕且用兩層樓都裝不完 但東廚走家燒死乞衣 之前做凹多的事都是假的 官府衙門就沒有你們那麼多了 鑑生燒死的乞衣 這件事當然不得可了 出了人命案 非要經官動腐不可 官府當然派公差來抓人 誰知道公差陷查完之後 就得出個結論 說郭丁香在除房的樹 跟乞衣拉拉扯扯 後來乞衣就不知為何 被他推進造法樹 鑑生燒死了 最後定了一個 因姦殺人的罪名 嘩 這件事煞時根 在整個俘鲁軍 傳到虛虛陷陷的 兮兮兮 街頭巷尾 個個都在此議論 這個洛陽知府 姓胡明偉 雖然小才缺德 但他是官場的撈架 好像這種道聽途說 此案非案的案件 一般的地方官 都是根據民不告 官不問這些原則去處理的 也就是說不問不問 由他過去就算了 但是這個胡知府 就會對這些案件 進行恩別對待 如果有利可途的 不單止要管要問 直到管到屍囊飽滿 嘴角流油為止 那如果你說沒什麼油水 那如果你說沒什麼油水 那呢 嘿 你也傻 當這個胡知府 聽東廚走家的兩名主犯 是新科狀元的姐姐 禮部大夫的母親的時候 整個人精神都不得可了 一經驗告訴他 但凡牽扯到上司的案件 只要處理得法 自己又懂得做的 不是升官就是發財的了 胡知府的心想 只要派兩個官差過去 什麼金銀啊 或者上司的親不信 就肯定會做到的 誰知道 他這次想錯了 所以兩個女人聽說 洛陽知府 要親自審問這件案件 對了 就借這次機會 幫自己求個清白 所以胡知府 見到兩個警察回來 交案的時候 眼都砸了 金銀也沒有 書信也沒有 而且還把兩個女人 帶回來 一問之下 原來兩個主犯 還是自己租船過來的 搞到胡知府 不知如何是好 他心想 如果是熱情的接待他 但是他們 又是兩個人命關天的要犯 收他入監 又沒有原告和訟詞 更加沒有被告的口供 如果你說上司 怪罪下來的 那就不行了 直到現在 你這個胡知府 才知道自己真是聰明 一世 糊塗一時 萬一手搞到不湯不水 自己豈不是周身矮 不衰拿來衰 不過胡偉 畢竟都是官場的老手 他一拍後尾枕 有了 怎樣呢 他打算放回酒席 把兩個主犯 款袋回 並且在酒席之上 暗示一下他 等他回去之後 就好自為之 如果你說幫自己說兩句好話 嘿嘿 那就是妥了 人心都是欲造的 就算他們兩個 硬硬 起碼都知道我的一片好心 只要他們醒目的 那些金銀 實會好像倒水那樣倒給我 晚下手 我觀星一級 哎呀 那時候就妥了 這一晚 他想空這條茎仔 真是發夢的笑醒 誰知道這人真是激死他 兩個主犯根本不領他情 你不找他要報 反而他反而跟你拿絲綢 就在第二天升堂的時候 郭丁香竟然對他說 胡大人 自古又說 捉人容易放人難 知府大人既然把我們帶來衙門 如果不審個水落石出的呢 我們是不會走的 連老百姓都知道 衙門這個門口 真是好入不好出的 胡大人 這件案 你不必要審清楚它 那伯爺婆就跟著話了 是呀大人 這件案呢 希望你審清楚它 如果你審得不明不白的 我就很難和兒子 和媳婦 以及左輪右舍交代的了 咦呀 你倆母女這麼厲害的 胡知府覺得自己真是騎虎難下 沒有法子啦 只可以一邊審 一邊就派人去查訪 誰知查出來的結果呢 就令到他大失所望 原來一查 死者是郭丁香的前夫 王章郎 各位 講到這件事呢 我就一定要跟大家交代一下 王章郎死之前的一些事 我相信大家還記得 王章郎休了郭丁香之後 和李妙香結了婚的 結了婚之後又會怎樣呢 原來 郭丁香被王章郎休了之後 李妙香就坐正 做了王府的當家夫人 想當初呢 王章郎想休了郭丁香 跟著是娶李妙香回來 幫他全宗接待生兒玉女的 不過這個李妙香果然不負所望 不單止入門才八個月 而且投胎就幫王章郎生對孫兒 儘管王章郎就懷疑 到底這兩個兒子是不是自己的 但是又找不到證據 所以詹嘉伊裝作不知道就算了 但是這個李妙香真是有本事 投胎這兩個兒子剛剛滿月 又有了新紀 這一次呢 真真正正就拖了十個月 而且一胎就生了三個 李妙香入門不足兩年 就幫王家就生了五個兒子 這件事啊 對於王章郎來說 本來是一件好事 但是要兩個人服侍五個兒子 嘩這麼容易啊 李妙香之所以同意嫁給王章郎 表面上呢 是一片好心就幫王府傳後 但是實質上呢 他是想利用做老婆的特殊身份 盡快把王府的財產轉到姐姐李妙香那邊 然後呢 就腳底抹油 尿之大吉 誰知道自己的年氣就生了五個兒子 這魂真是想走都走不了 而且看見他 連吃飯睡覺的功夫都沒有 真是不知如何是好啊 這堂 正當李妙香在處左右圍欄的時候 李滿香親自上門 敢敢敢敢敢 教他怎麼做 李妙香一聽 心領神會 明了 這一頭 李滿香前腳剛剛爛出屋 那頭呢 李妙香就哭哭啼啼地說 哎呀 這些小孩 真是吵死我來了 如果再不想法子 我寧願死了他 王章郎就被老婆吵得沒有了符筆 只要按照他的意思 將自己外母 以及李滿香 和那個算命佬何先生請了過來 請他過來做什麼呢 原來表面上呢 是請他過來幫忙帶小弟哥 而實質上呢 是叫他過來摘色仔賭錢 那跟誰賭錢呢 當然就是跟王章郎賭錢 不知為什麼 在摘色仔賭錢的時候 王章郎兩夫婦就鋪鋪都輸 雖然王章郎有錢 但是一頂一頂的白銀押上去 他心真的有點尺 到最後連屋契都押上去 惹得王章郎發發跳 但是老婆李妙鄉 雖然輸錢而已 但是他輸得心花怒放 鬼打都沒有這麼精神 俗話說 喜家就猶如針挑途 敗家就好像水推沙 王家就雖然有萬貫家財 但是還沒夠一年時間 就陷入書青光 一年之後 除了那座四合院 和一間空的牛欄之外 其他就什麼都沒得剩 一家七口要吃飯 王章郎就沒辦法了 就不得不忍痛 就賣了一間四合院 一家七口就搬進去牛欄那裡住 並且發誓說以後都不賭了 李妙鄉當然順他意 口口聲聲 說以後就和王章郎的同金共苦 精打細算過日子 誰知都沒睡到半夜 李妙鄉就賣了四合院的錢 用包袱一捲 然後用把鎖在牛欄那道門一塔 就準備走路了他 臨行之前 他就在牛欄上放了一把火 燒在牛欄那裡 那晚的風很大 風助火勢 火借風威 沒多久 那間牛欄就燒到熊熊聲 這一晚 王章郎是因為賣了四合院 就賺到錢 所以就喝多了兩杯 睡得很軟 誰知睡著睡著聽到啪哩的聲 他張開眼睛就看死了 原來牛欄火燭 就趕快走過去看幾個兒子 原來五個兒子已經燒死了兩個 他本來想帶著靜低下來的三個兒子衝出去 誰知去到門口想開門出去的時候 那道門就喵喵喵喵喵 拉極都拉不開 他心想 這堂門被人鎖緊了 這陣子的火越燒越猛 唉 慘了這堂 走也走不了出去 黃章郎這陣子整個人都茅了 他抱著三個兒子一頭就捐到床底 他心想 這堂聽天由命在下 牛欄上邊堆滿了草 因為那些火猛了 已經燒通頂了 上面著火的那些草呢 一灘灘灘的聲音地跌下來 雖然床是石的 燒不著 但是那些煙 睡到眼都瞎不開 氣都喉不過 那三個兒子嚇到 嘩嘩的聲音不哭 但哭了一陣子 沒有動靜了 黃章郎堅持了一頓飯那麼久 到了最後也不省人事了 到了第二天天光 黃章郎醒了 這陣子 他才發現自己五個兒子已經燒成炭 但自己雖然沒有死 不過雙眼就瞎了 後來 那些人將他救出來 這陣子的黃章郎真是心痛 老婆走老 田地房屋又輸清光 唉 真是慘了 不過有時候人真是賤格 擁有的時候就不懂得珍惜 當失去了之後 他就想起以前了 黃章郎也不例外 這陣子他想起前妻郭丁鄉 想起郭丁鄉以前是如何如何對他好 雖然雙眼瞎了 但是他都下定決心 就算拉 也要拉到洛陽那裡去找郭丁鄉 但是對於雙眼瞎了 而身無紛紛的距離來說 去洛陽簡直等於去到天腳底 好在他有的是時間 有的是精力 他心想 我一路黑食黑過去 我身無紛紛 又不怕被人偷 又不怕被人搶 更加不會怕被人騙 於是他就叫人找一個棍子 找一個爛撥給他 從此之後 他就拿著棍子拿著爛撥 向著洛陽的方向一路走 走到哪裏就吃到哪裏 吃到哪裏就睡到哪裏 走呀走 走呀走 都不知道走一年還是兩年 終於被他走到黃河岸 去到黃河岸 過不了去的 他就撞到人就問 誰知被他這樣問 終於就問到些東西 問到什麼呢 他就聽人家說 在七八年之前 有一個叫郭丁香的女人 披頭散發 抱著石子 一頭就跳到黃河的樹 死了 黃昭朗聽到人家這樣說 當堂整個人就量了半截 各位 後來黃昭朗又為什麼會去到虎爐關呢 欲知後事如何 就撤聽下戶如分解 拜拜